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台北炒飯生死鬥 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那個網路上的炒飯排名 一直想要去認識一下那些飯們 這一集終於可以滿足我大吃特吃的慾望了 那本次會有三間炒飯 我們會分成飯、油、鹹跟整體 來一一跟各位分享 我們來到第一站是猛甲阿龍 那我們到的時間差不多是11點左右 雖然內容還沒有什麼人 不是 他說還沒開 人家11點半才開 那其實他的那個外帶單已經整個炸掉了 我覺得大家很專業 就是還沒到營業時間就開始瘋狂打電話 然後我們這次點的是燻雞炒飯跟海陸炒飯 分別是90跟95元 好 那我們首先進入飯的部分 他的飯是屬於粒粒分明型的 我點的那碗燻雞炒飯有些許超會的啊 但我剛好就愛你的焦香味 好喔 那油度的話我覺得算是適中 但是鹹度就有一點偏鹹 他其實菜單上面都有寫說有蠻多部分可以做調整的 但是我們就是第一次到 所以就直接吃吃看他們平常的味道 那整體吃起來真的是稍微偏重口 但是因為他蒸香的那種配料超級多 是什麼蔥啊 洋蔥 大蒜等 所以說以價格來說 我覺得是三間內最便宜 最划算的 好 那我們第二間來到的是阿仁炒飯 阿仁炒飯給我的感覺就像是那種 一般家常菜的那種店 那我們大概是四五點左右到 也是內用幾乎快做滿 而且外帶單也是一直想 那個電話一直接 那我們點的是肉絲炒飯100元 當時我們還單點了一個炒高麗菜 剛上高麗菜的時候就感覺到 老闆放油是沒有在客氣的 對 我覺得圖片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超油亮的 那飯的部分就是稍微有點偏軟一點 而且他旁邊有飯呱呱 老闆真的是有一種非常怕我們吃不飽的感覺 但是其實他呱呱的汁會有點沾濕到那個飯 嗯 但確實蠻家常的 那油度的話真的是偏油 我沒有什麼要說的 但是鹹度就相對比較夠味 因為可能是油去帶出那個香氣 好 那整體就是我會想要再回來吃 味道很夠 但是不會過癡 而且有其他家常菜可以點 有菜有肉有飯才是一頓啊 超爽 要知道接到什麼嗎 哈蜜姐 在哈蜜姐 好 那我們最後來到的是民生炒飯 AKA被評選為第一名的炒飯 那我們大概到的時間差不多是4點左右 我們直接包場 那我們這次點的是蝦仁炒飯跟肉絲炒飯 分別是130元跟100元 好 那我覺得他的飯就是偏乾爽那一種 油度的部分真的是三姐裡面最最最恰到好處的 鹹度也是最最最恰到好處的 那我覺得他最厲害就是他沒有什麼蒸香的配料 但是味道很足 而且我們當時很熱 我們在外面吃還是可以把它吃完 我覺得民生炒飯單就炒飯而言 可以說是最對我的胃口 唯一小小扣分就是我覺得他的肉絲有點太乾了 那裡要吃蝦仁啊 那最後有請郭小姐來幫我們做個結尾 好 我來跟大家分享 雖然是如果今天我要吃醬油的話 我就會去吃阿仁 那如果我要去吃一些特別的口味 像是沙茶之類的 我就會去阿龍 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吃清淡一點 我就要去吃民生炒飯 你很會打圓場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了 Ciao 中天財經頻道 感謝大家兩年來的支持 訂閱人數突破十萬人 可是看起來今年可能沒有很好 除非七年我好像已經結束 可以買金融股就純股了 純股族一般不會買在最高點 我覺得上方的那個重心 高度真的有降低的感覺 高含金量專業節目 請繼續支持中天財經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一起打開財富大門 我是李小鈴 全球正經週報 每週六日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們知道 這個池澤水變錢 對它揚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房價都會往下跌 無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往下 掌握金融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連種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他們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呢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危機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8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曉廷和您與前同行 其實我們吃過非常多的XO醬 但是這款呢 的確不一樣 它呢 是這個 澎湖浮棚喜來燈酒店的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因為呢它用了很多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那最主要呢 裡面的食材呢 其實還有添加這個石斑魚 我們也知道這個石斑魚呢 富含膠原蛋白 豐富的蛋白質 那麼呢 可以美容養顏 重點是它很美味 再加一點點辣的這個滋味 真的是可以說後勁十足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大家都像我這樣的職業上班族 對不對 非常的忙碌 那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自己來做菜 既然這麼忙碌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 用最簡單的方式 做出最美味的料理 那很簡單 其實呢 在平常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前面 常常吃這個最快速方便的料理 水餃 燙青菜也可以 你就直接把它淋上去 拌上去 那另外呢 加在湯裡面呢 一點點這個XO醬呢 可以提味 所以實在是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真心推薦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快點GO 這個上面呢 可以讓大家趕快的訂購 非常的方便 小朋友 來上網代購 這次我們會進去 最高的一段時間 謝謝大家 好 來上網代購 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產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氧氨氣淬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